大樓一樓鐵門上貼著門牌號碼 但湊近一看 藍色門牌斑駁掉漆 好幾個字生鏽不見 看得出來地址在哪裡嗎 因為我們在江水浮湯嘛 因為海邊的江水浮湯比較浪 那映大映 映了拍年浮湯的天氣 感覺比較快 我相信油彩辨識得出來 因為它長期在爽 地點就在河平島附近的民宅 藍底白字屢字門牌 已經使用快30年 因為住家靠海有多雨 加上長年受海風吹襲 日曬雨淋 這裡的門牌早就殘破不堪 遇到這種就很麻煩 會浪費很多時間 你最常為了找那個門牌 有找多久嗎 差不多接近半小時 門牌不是只有給油彩先生使用的 其實也可以 外地人要經過要找號碼 要找門牌 更能準確地找到門牌的號碼 跟地理位置 門牌的材質其實也希望說市政府 應該嚴加的一個來挑選 那是不是可以用一個比較耐用的一個材質 來做一個門牌設立的一個依據 我相信對於門牌長久使用來講的話 會有更加好的一個效益 因應物價波動 市政府日前公告要修正門牌制製條例 將每面門牌規費從50元漲到60元到70元 全面太舊換新 多達20萬面的門牌號碼 成本至少要花上2000多萬元 不過接下來怎麼做還會再研議 我們要來修訂從門牌制製條例來 編訂門牌收取的規費 剛剛講的出花換花補花 我們依照現行各縣市這個規費來做辦理 另外我們雲政處也要積極透過 市長聽取的名義 能夠詮釋性的能夠做換發的動作 但這個詮釋性換發需要的費用相當的大 所以我們能夠在做妥善規劃分區 來辦理所謂門牌換發的這樣的工作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行銷 基隆的一個不一樣的特色的方式 假設和平島它可能就可以以一個和平橋 或者是一個和平島地址的概念 來作為設計的初衷 那就可以大大提升 所謂的和平島在一個區域的特色 讓不管是本國的遊客 或是地遊客來的時候 甚至他覺得看著我們的門牌 都會覺得非常的一個開心跟新奇 住家門牌模糊不清 讓外送員和郵差相當困擾 而未來更換門牌可能要漲價了 市府強調還沒有定案 這項修正案最後經過事務會議通過後 還要再送市議會備查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